郁靈畢黑客松 郁靈畢黑客松 顧米思義就是郁靈畢的黑客松 黑客松是由兩個英文字組合而成的 一個是Hack,一個是馬拉松 Hack是一種我要解決問題 我要花時間去處理的一個動作 我們可能叫Hack 馬拉松就是大家知道這個動作 黑客松的性質主要就是在說 把大家關在一起 關個一天或兩天的時間 大家想辦法炸出自己的腦汁 用這一兩天的時間去解決一個問題 黑客松的好處是說 我們以前可能有一些提案比賽或爭案比賽 可能花一兩月的時間 大家都要花一兩月的時間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做完它 而且通常這種要花一兩月做的作業 大家可能最後幾年才做 所以其實就變成說 有的人可能會 這兩個月都承受壓力 我到底是該做或不該做 有的人是最後幾年才做 就是做出來什麼也都 就不知道大家到底有花都往行李 那黑客松的話就是 你不用煩惱什麼事前準備 你不用做任何事前準備 你只要黑客松當天來做完 做完後就沒了事 你就結束了這樣就好了 所以就是等於讓大家 就是專注在一個時間做好這件事就好了 那麼GIMBY從2012年到現在 2023年已經11年了 然後也辦了差不多五十幾次黑客松 每兩個月就辦一次 然後大部分地點都在中研院 然後一開始早期的時候 那黑客松命名都會去取一個 台灣的歷史事件的名稱 例如說動員勘亂啊 九大建設啊 國民大會啊 然後之類的 到後來就是一開始就會 依照實施就隨便取這名字 但這些名字其實跟GIMBY黑客松本質 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大家只要對於想要做開發政府 或想要對公民科技有興趣的事情 都可以帶去GIMBY黑客松去做討論 你不需要受限於主題 因為具體黑客松不定任何主題的 那為什麼會有GIMBY黑客松呢 那時候的起源主要是來做這個廣告 我播一下就告訴大家 來看吧 經濟動態廢生方案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用極具簡單的話 讓大家能夠了解 但是啊極具簡單的話 實在無法說明這麼多的政策 因為經濟發展需要很完整的規劃 經濟才能動得起來 所以這些方案當然很複雜 重要的是啊很多事情正在加速進行中 說破嘴不如跑斷腿 聽成績做就對了 當初這廣告出來的時候 就是被那個在YouTube上面 被Dislike 到超多的 因為就是看完這廣告後 大家知道政府要做什麼嗎 就沒有人知道政府要做什麼 他就是講了半天就是說 我講了你們也聽不懂 所以讓我做就對了 就是那種有點那種政府的傲慢的感覺 所以其實當初這廣告播出來的時候 激怒了非常多人 那有的人很會選擇在PPT啊 在YouTube上罵 那時候就有幾個工程師 就是他們那時候選擇是說 欸政府這樣那麼不相信我們能做 那我們就做給他看 所以那個時候有五個就是工程師加設計師 他們那時候去參加亞布黑客松 然後他們就決定要做一個 我要把政府的資料 政府怎麼花錢這件事情 讓大家更容易看懂 而當做他一個題目 所以他那時候在亞布黑客松 就做這個題目 然後他們到主計總處上面去爬下來 就是歷年的那個主計總處的 預決算資料 然後爬下來之後他們想辦法就是 選擇出來之後 然後做一個這樣的資料視覺化出來 我來展示一下 所以這邊每一個圓圈 都是一個政府的花費 一個項目 然後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圓圈越大表 這個花費金額越大 所以例如說這個超大的 這個是國防部的那個就是 所屬人員居室費用 然後例如說這個的話是機關署的費用 那我們看到左邊有一個那個 那個長條圖 就是說歷年的費用 所以看到像這個是機關署的費用 以前都很少 但是過去兩年應該大家知道的原因 所以變得非常多 那這邊除了這種 就是一堆圓圈的看法以外 這邊還有正式別 就是我們可以依照它是什麼樣的正式 譬如它是國防 是社會保險 是教育 還是什麼方式 或是依照主管機關來看 然後它的顏色的意思是說 假如這個顏色 月偏綠 表示它跟去年相比它是成長的 所以像這個超勝率的 表示它跟去年比 它其實成長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是國防的那個 相關的預算 然後國防也是每年越來越多 那麼紅色的表示它跟去年比是減少的 所以例如說國防的科學支出 它跟去年比有變少 或像這個是國債 國債的利息每年越來越少 然後黑色表示這是一個 今年才有去年沒有的 所以像這邊有爆出一個超級大的 一個大黑 就是因為2023 就是今年的時候台電虧損的關係 所以就是額外 過為一筆錢 就是來去彌補這個台電的虧損 所以這個就是當初2012年的時候 剛剛講的那五個工程師 他們做了一個就是政府資料視覺化 他們想要這個形式來讓大家說 你既然你政府一直覺得說 你沒辦法講清楚你錢怎麼花的 那我們就想辦法用視覺化來讓人民知道說政府怎麼花錢的 那他們做這個網站 就得到了亞布黑客松的那個佳作 所以他那時候佳作的時候 他就得到了好像是五萬塊的獎金吧 他們就拿五萬塊獎金 先吃了一堆燒肉之後 剩下還蠻多錢的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 那我們來去辦個黑客松好了 然後辦這個黑客松就是把 大家對於把政府資料 視覺化或是做一些處理 感興趣的去在一起 所以他們剩下幾萬塊錢 他們就去中聯院借了場地 然後買了很多的披薩炸雞 然後讓大家對這個主題感興趣的人 都可以去參加 就有免費的炸雞披薩可以吃 大家一起動動做事情 所以在2012年的12月2號還是3號 就有第一次的距離比黑客松 但那個時候我們不是叫第一次 我們叫第0次 因為在寫程式的事業中 大部分都喜歡從零開始 一個距離比黑客松的流程 大概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他從早上一開始 會有一個新手教學 就是告訴大家說 你今天假如是第一次來的話 你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那區裡比常常會用什麼樣的平台 來做協作 那會有一個這樣的教學 再來到9點50分的時候 會有一個3分鐘提案 就是因為其實 像區裡比黑客松 每一次的報名人 大概都有120人左右 但是120人不一定是每個人都有想法 有些人只是選擇說 我想要參與一些事情 我想要幫忙一些事 但我不知道我要幫什麼 那沒關係 你去就好了 那剩下去會有大概 十幾二十個人 但是有20個人是有想法的 所以他們可能在這過去幾個月 他們有觀察到什麼社會現象 然後他們有想到一些解決方法 但是他覺得靠他一個人的力量 沒辦法去解決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會拿去 軍裡比黑客松 然後用3分鐘的時間 去尋求大家的幫忙 所以大概就會有10幾組的人 就是每一組用3分鐘的時間 講說他看到什麼問題 然後他又想到什麼解決方法 他需要什麼樣的人幫助 用這樣子來跟大家講 那所以講完之後 再來到時間40分 就會有一個自我介紹 但因為現場有100多人 假如每個人都自我介紹 可能那一天就結束了 所以他自我介紹 不是完整的自我介紹 在進入黑客松的自我介紹 你只要講四個詞 第一個詞 怎麼稱呼你 例如說我不是Ronnie 後面再接三個關於你的關鍵字 例如說我的關鍵字 可能是工程師 資料庫之類的 那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假如你自己要自我介紹 要用三個關鍵字來介紹 你可以這麼介紹 那所以經過這樣子 三個關鍵字的介紹完之後 然後再來就是分組開工 所以這時候你就是可以找一下 剛剛提案的人 總共有沒有人提一個案子 覺得這個提案很棒 而且你覺得你可以幫到忙 又可以跟他過去說 我可以幫你忙 那像GDVHagerson 現場會發技能貼紙 所以就是會關於 你對什麼主題感興趣 你有什麼技能 你都可以在報告上拿貼紙 然後你可以把貼紙 貼在你的名牌上 或貼在你的肩膀上 所以這也是一個 你在自我介紹 你不需要再跟人家講說 你有什麼技能 別人就是一看到你說 你有什麼技能 就知道說要找什麼人幫忙 然後到下午兩點鐘會有個短講 就是可能有人 他不是要提他做什麼事 他只是過去的一兩個月 剛好有看到 國外有做什麼案例 或是有參加什麼活動 然後他想要純粹分享說 看到的東西 那可以在短講時間 跟大家分享 然後一直到下午四點鐘會有成我報告 就是經過我們今天一整天的努力 然後我們到底做出了一些什麼東西來 然後把這個做出來的成果 讓大家知道 然後再來給我解散 所以這就是 一個Gilby黑客送一天的成果 那麼 這邊我列出來就是 某一些黑客送的 三分鐘提案長的樣子 所以它三分鐘提案裡面 可能就包含到 譬如說 是誰要發表 然後他發表的主題是什麼 以及說他的同一片位置 我們鼓勵的就是大家把文件 寫得越透明越清楚越好 所以你的文件 你的投影片 你的文件什麼都是要 就是公開的 而且那個我們 Gilby黑客送其實也蠻強調授權 就是要以開放授權為主 就是說你不能拿來提案說 這東西要成為你的專利 或成為你的營利項目的 但Gilby的產出都必須要是公開 要是開放的 所以今天你做的這些產出 就是屬於所有人共有的 那假如你在這邊做到 你做了一段時間 發現你可能人生力有規劃 你沒辦法繼續做下去了 那因為你本來的產出 你就宣告是開放的 那別人可以接受你的產出 繼續做下去 就不擔心會有專案 會因為有些人生涯規劃 或因為什麼樣的情況 然後這專案就會死掉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我用2013年 我自己提個案 比較新聞小幫手 因為我很熟悉就是 那三分鐘提案 所以我用這個講起來最順 然後我來示範一下 那一個三分鐘提案 現在長什麼樣子 好我們就準備 1 2 3 開始 大家好 我是Rony Wong 那我今天的提案內容 是新聞小幫手 那麼最近我們看到很多的媒體亂象 例如說很多人對公民接望症 大家都忘了新聞有什麼事情 或是很多新聞 充滿錯誤 或是很多立場的偏頗 那麼我們希望來各個擊破這問題 那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專案 想要解決的問題 例如說政治啊 社會議題 最終分析或ニュースウェイ 比如腿新聞 這些專案想要解決的是公民接望症 那麼新聞小幫手 想要解決的是新聞錯誤這個問題 那怎麼解決呢 那舉個例子 前幾天我看到代理人的臉書 他在臉書上分享說 月球發現韓國國文明 NASA可以隱瞞 然後這個新聞 代理人轉接之後 就有一千多人按讚 然後有一百多人分享 然後但是這個新聞 你稍微google 他就發現這個新聞很好打臉 例如說 為什麼是來自大陸新聞中 你這不是韓國新聞嗎 然後再來是 如果他就發現2007年 他就被證實是網路謠言 而且那個新聞 現在已經被刪掉了 可是問題是 復學難收 就是已經有一千多人按讚 一百多人分享 這些分享其實都不知道 這新聞已經被刪掉了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問題呢 那就用新聞小幫手的專案來解決吧 那麼 新聞小幫手的想法是 就是我們希望大家在逛臉書的時候 假如這新聞被人家回報的錯誤的話 他就可以在新聞的項目上顯示說 新聞的項目上提醒你 你這新聞那個回報是錯誤的 請留意詳細資訊 或者是說 在那個 大家看單一新聞的時候 在新聞的最左在場跳出來 或者是說 也可以用釋放用通知的 例如說你昨天帶來某個新聞 那這個新聞 剛剛被人家回報是錯的 那就現在跳出來說 你昨天看那個新聞 剛剛被回報是錯的 那你要注意到這個新聞 那新聞小幫手希望 就利用這個形式 來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新聞是有錯誤的 那未來還可以做到 是可以回報給ACC之類的功能 那今天這個專案需要的人力 是可能需要成設計師 來幫忙做一些後段API 或回報頁面 或瀏覽器條件 然後需要一些設計人員幫忙 就是設計 那個錯誤頁面 或是那個 土牙牆顯示的形式 然後還需要一些文案人員幫忙 就直接文案怎麼顯示比較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所以剛剛以上就是一個 就是三分鐘 居擬立一個三分鐘提案 第一個是我看到什麼問題 第二個是我想到什麼解法 第三個 我想要什麼樣的人來幫助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GNNB的一個提案流程 是